早上好 我是家旋 欢迎收看8月11号的百革晨报 槟城前首长林冠英 昨天第二度因为海底隧道案被提控 这也是今天部分报社的头条新闻 林冠英昨天被控所汇330万令吉 他在法庭内高呼不认罪 并强调控方指控不实 他说自己根本没拿330万又何来贪污 而来到今天 宾城法庭外依然非常热闹 许多媒体一早就抵达法庭 准备采访最新消息 今天是林冠英第三度被控 而据说今天的案件 是与2016年的低价购买洋房案有关 除了他 他的妻子周玉清和商人彭丽君 预料也会被提控 接着来看其他的报社头条 每日新闻头条讲的是一名汉堡当主阿斯里 他在网上揭秘 指双膝矛警方与沙亚南市政厅 涉嫌包庇赌博集团 如今阿斯里正协助调查 内政部长韩沙在努丁就表明 他是被调查而不是被惩罚 新报头条则是延续了网络赌博新闻 乌吉阿曼刑事调查总监 已经向业者发出警告 不要以为把单位租出去就没有事 警方接下来将会着重调查 单位业者 南沿商报头条则是跟经济有关 大马今年第二季度的批放和零售贸易数额 以及指数因为官兵疫情直线下滑 暴跌了23% 其中汽车业损失最为惨重 接着有国会新闻 355法令修正案的课题 在国阵时期就一直被一党主级哈迪阿旺提起 如今政府已经从西蒙换成了国盟 此课题依然在国会引烧 昨天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祖吉菲里 在国会下议院进行部门总结 针对政府是否有意修订 35法令的问题时就说 国盟政府将会继续研究 和关注有关法案的修订建议 但究竟何时会落实 祖吉菲里这么回应 sebelum ianya dibentangkan di Dewan Yang Mulia ini beberapa proses penting perlu diteliti dan dilaksanakan terlebih dahulu agar ia dapat digubal dan dibentangkan mengikut tertib dan teratur berdasarkan kerangka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bagi memindah akta ini ianya perlu dibincang di dalam jawatankuasa teknikal undang-undang syarat dan sivil oleh itu kerajaan perlu memberi ruan dan masa yang wajar dan munasabah kepada jawatankuasa teknikal untuk meneriti cadangan pindahan menggubal dan seterusnya berunding dengan negeri negeri saya berharap insya Allah ia akan dapat dirilasiasikan sebelum daripada saya mati insya Allah 换个焦点 国民政府上台后 大肆政治委任 引起外界众多非议 但究竟有多少人被委任 财政部长东姑塞弗鲁说 截至今年7月 共有15名国会议员 受委为财政部长机构 辖下公司的主席 以及董事局成员 其中首相母有丁 就受委为国库控股 以及土著投资基金 非执行主席 国际贸工部高级部长 阿兹敏则受委为 国库控股非执行董事 以及土著投资基金信托成员 至于财政部监督下的 15个联邦法定机构 则有两名是政治委任 他强调财政部是根据 政治人物的能力和专业知识 以及考量公司所需 而委任他们加入 至于今天和奖励 则是根据各个公司的 财务能力而定 今天传报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双微学院和大学虚拟开放日 8月的两个周末 中午12点至下午4点 尽在三位.edu.my